也有收到那个IG的那个小纸条 这个应该也是问Raphael的 就是他对医药业务真的有很大的兴趣 可是呢他想问如果他取得了面谈机会 要怎么样在面试的过程中可以加分获得青睐呢 因为医药业务的话他其实分门别列很细 所以大部分医药业务他在征求这种业务的时候 他都会很清楚的表明说他要征求的是哪一个科别 或是哪一个区域的业务或哪一间医院的业务 如果说是那种我们叫普通的hospital team 就是普通的医院team的话 大部分就是什么科等都会沾到一点点 那他可能就不会特别要求说你要很丰富的经历 但是如果说你取得面试机会 那对方已经表明就是说我们要的是哪一类的 比如说跑心脏科的好了 可能要上他们的公司网站 先了解一下他们那些心脏科的药 大概是治疗心脏科的哪一些疾病 比如说心肌 心肌损伤啊 或者是说什么新冠动脉啊 的阻塞啊 或者是容血脂啊 还是说让那个心率不整的这种等等 你要去了解一下 总不能说我去面试的时候 你要面试跑 要说我要找心脏科的业务 结果你去之后我就说 其实我对心脏科一点都不了解 总不能这样子 我常跟我朋友讲说 你如果你要交医药业的话你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要不要脸 其实刚刚我觉得 Sara她分享的东西非常好 她就说我要怎么样去跟几个那什么 好像打关卡 手门员或是一些小王这边对抗 然后要去找这个机会嘛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在做面试的话 我们长官她有特别会去找那种就是 就是脸皮很厚的那种 就是金刚打不破那种脸皮 可是你面试你要怎么测 面试的话其实说这些我们 我们这些所谓的人资 他们其实都非常有经验的 他们从你的一些谈吐跟一些回答 他们大概就知道你是那种类型 其实我们公司的话 最近招这些新人来 他们其实蛮能言善道 或者说他们很给予表现的这种特性 蛮明显的 他们一个很明显的特质 就是他们都不吝吁直接开声音 直接回答展望的问题 我们大部分都是说在心脏会议的时候 常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就是可能讲者讲到一半的时候说 哎有没有问题啊 那可能就是一片静默 一片静默 对但这些新人都 他们都是直接就是 他们也不是用打 他们就直接就是 直接打开他们的那个麦克风 直接就说 哎我觉得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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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天气怎样怎样 他们会很明显的表现出 就是我要抓住机会 其实这个在医药界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胆的话 至少在我看到的情况下 很多医药界的新人 他们明明薪水真的是给的很不错 但他们都不到半年就离职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跪不下去 或是不敢敲这个门诊的门 然后最后就放弃了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 事实的表现出是也很积极正面 然后不要脸的这样的一个 有点抖爱的那种 脸不要厚 对那种抖爱那种情况 就是医生你越骂我 越要冲的这种情况 大部分的陌生开发可能会先有一通电话先过去 但是医药业务你是直接就是直接冲诊间 对 你陌生打电话给医生对不对 因为现在个资法其实它还蛮严格的 所以医师大部分不要说他的手机 他真的连他的分机你在一般的网站也是找不到的 找不到啊 对啊 完全找不到 都会有总机就是分科的那个总机接走啊 这个只能说我们医药业务的开发 我们基本上我知道有人会问我说 那你们没有人牵线 你们要怎么去接触 其实就是冲诊间的 就直接冲诊间 然后你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医生啊 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什么话题吗 其实方法很多啊 问门诊的这个姐姐啊 问妹妹啊 他说这个医生喜欢什么 一个医生不喜欢什么 甚至去网路上面看同页 有没有这个Facebook上面有这个共通朋友 可以去连到这个医生的那个Facebook 看他平常在干些什么事情啊 平常常露营啊 还是去照相啊 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一定要找出一个 跟他有一个共通的话题出来 会比较容易接触 就是我之前在做台南某一个 算是中型医院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医生 他是一个算是位阶蛮高的一个position 然后那时候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新药 一定要通过他才能够进去这个 叫做药室委员会 才能讨论能不能够采购这个药品 然后这个医生是出了名的难搞 然后连这个诊监护士都直接跟我说 我不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 你不要论我 然后那个医生就是 有时候他看到你是业务 然后想要做去的时候 他都跟你手上摆一摆摆一摆 就叫你不要过去 然后后来我好不容易 有一次从同业之间问到说 这个医生不喜欢喝寒糖饮料 所以那时候我都带这个水过去找他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找他 然后他每次看到我 我就是直接把手摆掉 就说你不要过来抄我这样子 可是我还是不放弃 就是一直找他一直找他 换脸皮要够厚 很厚 很厚 他有一天差不多拜访了四五次之后 我见到四五次 然后他有一天他就看到我 然后就叫我会一会叫我过去 然后跟我说 弟弟你哪一间的 你公司没有给你加吗 然后我就说 我是某某医院这样子 我没有什么某药厂 大家应该讲一下 然后他看着我手上的水 说这是要给我啊 我说对对这是要给这个服务院长的 然后他就说 你都没听说我喜欢喝的是无糖饮料吗 我要喝的是某一家的无糖绿茶 下次要找我带那个无糖绿茶找我 然后他就走掉了 结果从此这个医生 我就打开这个门 然后从此就变成 算是关系蛮不错的 就是刚刚大家讲到很多业绩压力的部分 其实我因为在制造业 然后不同的产业 就有看到说每年都要订定年度的计划 可能就会切分成很细 每个月都有不同的目标 而且不论景气 这个计划的目标都是只能进不能退 那我就很好奇 是怎么样知道一年中 营业目标到底应该怎么分配的 是怎么样去估出来 像现在外面的环境变动这么大的时候 又是会准备一些口袋策略去因应吗 还是有其他方法可以克服 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常常觉得 特别是制造业里面的业务 有点里外不是人 又要带话 然后又要应付客户 然后又要面对 公司里面可能有一些觉得 他没有尽到他捍卫立场的职责 但是又在外面又要对客户 很高规格的接待 所以这两个问题 我想要请教各位speaker 是怎么样来应对 或是实际上发生的状况是如何 我是Sarah 我先回好了 因为跟我的那个蛮相近的 我先回答你第二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比较快一点 就是说老实说 你刚刚讲的里外不是人 在制造业跟科技产业 的确非常常发生 因为女性在这个行业 我自己会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弱势 他们就会觉得说 第一你不懂 第二你就是女生 我讲再多你也不了解 所以常常会有传话筒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 我怎么去解决这个传声筒的问题 尽管我可能现在懂了一点点know how 懂了一点点语言 可以跟客户对的上话 但是有些时候当传声筒是必须的 那我会用一个方法是说 我对我的客人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他说 我可以理解你站在你的立场 如果我是你 我觉得也应该要这样要求 这样你让我回去试着跟我的团队沟通看看 我再来回复你该怎么做好吗 然后我希望是达到我们双方更好的一个 共创价值的方法往前进 然后呢回到公司的时候 公司的后端团队他一定会告诉你说 啊这客户怎么样啊 那个客户怎么样啊 对都不跟你买单啊 然后怎样怎样 就把责任推给你 可是做业务的时候 你就必须得回馈他 告诉他说 我知道站在你的角色上面 技术推进很困难 而且这个客户过去的CP值 或者是KPI也不够好 不够OK 但我们业务还是得努力往前推进 才能够把订单带进来 我把订单带进来 你的部门也会有income 你的部门有income 你就不会被老板订业绩了吗 那我们是不是一起 把这件事情先努力的往前推进 让客户同意我们 并且可以走下一步呢 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去做两边 可能去做一个引导的角色 然后帮助你自己往前 然后再来就是订定目标这件事情 就是应该每一间公司 他原则上他都会给业务 一个年度的业绩目标 但是每一间公司不一样 因为像我们公司 现在他就不会去锁定 说你每一季要达成多少 反正我一年就是给你 背多少业绩的quota 你要满足它 这样就对了 然后我这边的做法是 有些入额不是公司给你的 只要入额越多 你的弹性就不够高 但是我会去自律自己 可能每一季的达成率 用摊体的方法出一次 我每一季要达成多少 那因应现在疫情的变化 当你遇到没有办法推进的时候 你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我是客户 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我应该解决什么事情 比如说疫情发生了 你的公司遇到的困难 代表他的公司也会遇到有相同的困难 那如果是你怎么帮他去解决 解决问题的当下不代表你要卖东西给他 而是你可能给他了一个资源 甚至给他了一个 可以解决他一个问题的一个窗口 我觉得对客户来说就是好 帮助他解决问题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是做业务 应该要去做一些调整的地方 然后当你没有 应该不是说钱跟业绩不重要 而是你越能够抓住客户 想要的一个答案跟方法之后 你反而会发现很多意外 就是会不断的满足你 应该要达成业绩这件事 这是我现在的一个状况 可以分享给你 第三个误解是有网友认为 业务是不是都一定要舌颤莲花口才好 这一题我好像以前也都这样以为 可是我刚刚听完几位前辈giver的分享 好像除了口才好之外 还要有被拒绝的勇气 跟被洗脸的耐力 我觉得是不是具备这几个要素 就可以当一个比较成功的业务 有没有人要出这两本书 我都是保持着你越讨厌我越好 因为他就是讨厌你 那代表你引起他的注意 如果他不讨厌你 代表你对他来讲 根本是眼不见为尽 然后他根本不上学 对 没感觉 因为你没有吸引他 所以他越讨厌你 那代表他愿意跟你聊天 闲货才是买货人 哦 原来是这样 可是业务一定要舌颤莲花吗 就是一定要口才很好吗 如果有一些人 他可能个性可能比较内向的 像刚刚那个Lily有分享嘛 就是Lily可能自己也并不是非常非常外向的人 但是他想要做业务的话 大家觉得会怎么样进入比较好呢 本身我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那我觉得其实内向的人要做业务这个工作 其实首先就是心理障碍要非常能够就是做好准备排除你这个跨步出去的这个门槛 因为我觉得其实口才好不好这个东西是可以后天训练的 它跟专业知识的具备其实又不太一样 因为专业知识的具备 它是可以透过时间的训练让你的专业知识慢慢累积上来 可是口才好不好这件事情呢 是没有办法就是一对一去教你的 你必须要碰到那个状况的时候 你才知道原来我失败过被拒绝过这一次之后 我下一次应该要怎么样跟客户回答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像我本身就是 我觉得我的口才也是被这个陌生开发这个能力给训练起来 因为像我一开始我都是在街头做问卷 那刚刚有那个就是AJ有提到就是说转化力这个问题 那其实我在当初我在街头上面一开始做陌生开发做问卷的时候 我大概做30几个路人才会有一个人愿意帮我写问卷 可是那时候跟我一起的就是同事啊 他可能就是可能做个10个20个就已经有人帮他写了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你的个人特质也有关系 那不过后来我慢慢训练到我摸索到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模式 跟一个讲话的方式之后 那我就会抓出到我的自己的一个转换率 所以我就知道说原来我可能是必须要可能要讲到 你说问到20个人之后才会有人帮我学问卷 那这样子我对我的自信心就会有稍微的提升 因为至少我知道这个底 所以我觉得针对这个就是刚刚提问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口才不好的人其实是可以被训练的 但是你愿不愿意被训练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心态也没有够open 就口才不好没有关系 但是可以透过练习嘛 那只是说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愿意去学 他才可能会越来越纯熟 那我们看到第四个误解 就是大家会觉得做业务工作是不是很容易没有朋友 只是想要先讲一下 因为我算是非业务职的工作啦 那不过因为我过去曾经在银行待过 那时候在银行待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有所谓的全行行销 就算你不是业务职的工作 其实你可能也要背 一年要推几张信用卡的压力 然后每次到年底要结算KPI 就是你今年KPI有没有达到的时候 然后就只能一个朋友敲 那我那时候在银行待了两年多 所以我等于是这种玩法玩了两次 然后就真的是每次在敲的时候 就会想说这个我去年敲过 好那我今年不要命他好了 所以以我自己的案例 好像真的会比较没有朋友 我不知道其他的giver前辈他们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 我来请教一下Raphael好了 Raphael想问一下在医药业务这边啊 你会觉得就是这个竞争很激烈吗 跟同事之间的感情好吗 我要帮他回答会会会 为什么你这么懂 你不是电信科技业务吗 不是啊那个之前前段日子 那个蔚来妈妈不是都有演吗 看了一小段 我就觉得应该会啊 真的吗 真的是像电视剧演的那样吗 Raphael 这个的话 其实业务它是分很多 因为它分很多种一种区别啦 不过大部分的话都还是会很明确 又是分区或是分产品这样 所以其实自己公司里面overlap的情况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多 那勾心斗角的话 大概就是说 那可能就是奖金制度可能比较偏哪一些人啊 或是比较对哪些人家不利啊 可能大家就会吵吵闹闹 但是大部分都还好 我知道欧美商好像这个比较比较激烈啦 那他们竞争激烈的原因大部分都是跟人跟人之间有关系 那是不是真的就是勾心斗角到时候是因为产品的关系或什么的话 大概就是什么业务分配不均啊 或者是有人被有人应该达不到但他还能拿到奖金啊 什么之类的这种这种会比较多 那可是我自己看到的这种斗争情况 大部分就像我前面讲的都是在同业之间 但是因为我们医药业务绝大多数来说 我只能说明面上没有像这个什么那个刚刚那个电视剧那个里面 那么的激烈我们都是蛮私底下的 因为我们还是要顾一个形象在嘛 我们这个圈子真的就是这么小 这个民生搞臭了 你很可能就是会被一系列的一个系统性的被封杀掉 我们都会尽量避免直球对决式的这种斗争 大部分都是按来按去的 但是也没有到说撕破脸 有啦是有一些公司他曾经就是为了要把对方的药赶出这个医院 然后就是去跟医生有一些妹妹咖咖 然后做这样的事情也是有 但是这个可能要Sarah那边我想应该是不是有那个很 这个可能要我们直播完会后私下聊 对对对 我们不好说啦 对啊业务都是喜欢与人为善子比较多啦 我说认真的 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你前面这个人 有没有将来会是你的客户 或说这个人将来有没有可能会提供你一个 很有用的讯息 我们真的不知道 不过当然了 你有远远的竞争对手啦 对 所以说我们比面上都是笑兮兮的 但是其实心里面可能骂了好几次 问候对方这个家人可能好几次了 可能我们是不会表现出来 业务都还蛮百变的啦 对对对 要懂得省时多事吗 就是要马上爱后 对对对 哈喽大家好 我是Cresina 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其实也是我最近遇到做业务的一个挫败的心情 那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常常业务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其实本身是做车用产业的业务 那我负责的主要是针对欧美地区的车厂或者是贴望客户 那其实通常像这种产业要跟客户比如说就是要谈案子可能要谈个两三年 以上然后他就是才会确定说OK这个project会不会补败给你 最近就是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这个案子我已经跟到后面已经快要开案的时候 蛮有信心 基本上大概是九成的信心说我可以拿到这案子 结果截标的时候客户居然说因为车厂预算的不足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project取消掉 所以就变成是我这个案子就突然间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情上的调试 业务在这边的心情调试要非常的快 这是业务有时候会遇到的问题 哎真的说不见就不见 客户说撤单就撤单 其实我以前也有遇过 真的是遇哭无泪啊 没错 他肯定要飞就飞耶 因为我们这种案子真的要跟比较久 所以到最后一刻突然被抽单的时候 那个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已经不是你的能力的问题 是因为今天车厂他就是老大 他因为他也没有办法 他就是预算不够嘛 所以他必须要撤单 可是对于业务来说 你到年底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绩效上的问题 那老板OK他当下知道说 OK是车厂取消的 可是到最后他在review的时候 就说没有啊 你那次单子没有借进来啊 嗯真的Christina说中了 某一些业务真的遇过的挫折 尤其是刚入行的 就是刚做业务的人 对于这个业绩来来去去 可能会比较有感觉 我这样终于懂 为什么Jim他已经看开一切了 对因为刚刚Jim有讲到 要平常心有没有 对所以那个业务心理的调制非常的重要 心脏要很大科 那在医药界呢 医药界的业务会有什么样的挫折啊 嗯刚刚听完这些姐姐们的这个分享之外 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凄惨 这个被身体或是性别的歧视 不过我是有受到这种 但是同事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的一种伤害 然后导致我那时候工作错差点就没有了 就直接被封杀了 我那时候是因为我 等一下你是被谁封杀 被同事封杀吗 被客户找到我们的总公司上面的头 要求把我封杀掉这样子 而且是我上班的第三天 第三天就被封杀 我那时候我去做业务的时候 那时候可能是我的之前的这个同仁 他可能忘记交代我 又或者是他也许是故意的也不一定 总之就是他那时候并没有跟我说 某个医院的哪一科有两个医师是很不合的 就是不合到就是会 不要在对方面前讲到那个人的名字 那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在第三天的时候 然后我这个同仁就跟我说 现在这个客户是我的了 就A跟B两个是不相合的 我同仁跟我说 A这个医师要请你去载他一趟 然后什么几天几分到哪去载他 然后就在这个A医师的路程当中 这个A医师就说你新来的啊 他你在干什么的啊 就他问一问 寒暄寒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之前都没有跑过业务 那我们科内你认识谁啦 然后就说某某某跟B 然后我说我之前有把一份资料给B 那我也许可以请那个B医师分享给你 那这个A医师也没有说什么 就说好啊好啊好啊 结果大概过了快一个礼拜吧 我们家的算是总经理之下 我们叫部长那一号就非常大 非常大的长官直接打电话跟我说 你是不是得罪了A医师 A医师是什么VIP你不知道吗 我说我怎么可能得罪他 我是新人呢 而且我是上班了第三天而已 才跟他有接触 我怎么得罪他 他说你是哪里服务不周到啊 什么什么之类之类的 我说没有啊 那他说那为什么A医师叫我直接封杀你 叫你从此以后不准再去找他了 我说我不知道啊 我到底说了什么我不知道 然后后来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抽丝剥剪 我才知道说原来他跟那个B医师不合 而且你不可以在A医师面前找到B医师的名字 然后可是我的亲人 是佛丽摩吗 不能说的名字 对对对对 因为他同一刻要竞争很激烈 好血淋淋喔 真的这样弄你耶 对然后我并不知道 然后我的前人照理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他可能就不知道吧 也许他就想要给新的一个侦探教育什么之类的 他也没有特别跟我讲这件事情 所以就那时候我就被这个A医师给封杀 然后公司就没办法 是去问了很多解决方法才说那不然把我这个区域 跟另外一个人调换 调换掉这样 结果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因为 我这个前人他舍不得这个医院 他想要把这个医院要回去 所以他就是用这种 就是类似用这种方式 就是让我去得罪这个医师 他就可以顺利成长的把这个医院给要回去 这样他业绩会比较高 会比较好 所以等于是入行第三天就被震撼教育到了 那算是蛮凄惨的一个经历 一开始的时候 都不知道做错什么事情 对啊你应该很冤吧 你之后还有再遇到这样子类似的事情 你是怎么跨过去的 之后的话我真的觉得真的是 在市场上遇到很多贵人 他们就是说 哎你不要想那么多啦 就是刚刚之前Sarah跟Dream讲的 有些事情你不能走往心里面去 不过也为了这件事情 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得了那个肠病毒 快要30岁的人得肠病毒 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 我以为是忧郁症 就会被霸凌 没有就肠病毒 然后整个就是烧很严重这样子 应该是心理影响生理吧 没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而且你才刚进去 有没有一个月 第三天就被这样子弄 可是我很好奇啊 如果你刚开始进去 因为试用期 你们试用期也是三个月嘛 是 如果我求的薪资的时候 对方直接给我的是两倍的底薪 我有吓到 比如假如啦 我跟他说我要2万 那他跟我说好 那我给你4万 其实那时候我有吓到 因为其实超出 大大超出我一开始的工作预期的这个标准 而且还没这样讲进 所以我只能说我还蛮贪的啊 被金钱诱惑 会不会是你开泰滴啊 你一开始就开泰滴 你有踏过行情吗 其实没有 因为那时候我刚刚学成 我刚刚从美国回来 所以那时候对台湾的 那时候期待就是只要有一份愿意接纳我的公司 就还蛮不错的 这个朋友不要学 我听众朋友不要学 真的不要学 因为他真的没有去做过功课 但是你知道104人力还有薪资情报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真的要多用 真的要多用 不然你怎么会开一个价钱 然后对方直接给你两倍 这个很明显 可能你自己没有掌握好市场行情 但我相信啦 你刚刚也有讲说医药业务的基础的薪水底薪 可能是不错的 很不错的 还不错 对对对对 我们只是要不要误导听众啊 就是 不会不会不会 对 说不定 The Fail的那个金额是他开10万 对方给他20万啊 我觉得这样一定不错 那叫Sara你要加入我们吗 不是 你应该这个薪资 你应该已经占不上了 明天会不会 那个医药业务的应征量 就会这样爆表 可是 大家有听到Rafael刚刚讲的 他可能会踩到这个雷 真的会踢到这个铁板 大家也做好心理准备了嘛 因为我们虽然很欢乐的 讲业务有一些 很不错的地方 但是也有很辛苦 很不为人知的一些 如果说真的这么大的一些打击 来自于人情 比如说同侪之间的排挤 或者是客户的翻脸啊 客户可能就会给你脸色 或直接封杀你 你们的心脏要怎么样 脸就这么强的 这个是我很好奇的一个点啊 那不然就先换我好了 等一下换Sara姐姐的帮忙补充好了 还有Gym 还有Gym 对Gym是这个我们最看开的 对非常之前已经看开了 好 那我先讲啊 其实我说真的当业务 我自己有七个pepper啦 就是我希望这个身为 要找业务的这个新鲜人 一旦把它记下来 就是第一一定要跟任何人 都可以当朋友 但是要不要深交浅交 是个人选择 但是你一定要有能 跟任何人当朋友的这种能力 然后第二就是要先当垃圾桶 要学会听 然后就是要忍住 不要就是说啊 这个人很无礼啊 或这个人要求很机车啊 然后你就有反应 然后第一次就是你一定要很平 你的情绪要很平 你不能够什么都往心里面去 你把什么都往心里面去的话 你真的讲 你真的每天都会做噩梦 真的 那我们呢 有遇到那种医生啊 就是直接 我不开玩笑 直接有医生帮你说 你们公司是不是动物园啊 不然怎么会用你这种畜生来服务我 有医生这样直接跟我讲过 也是有 而且是第一次拜访他的时候 但是你还是要跟他笑笑的说 啊不好意思 我就是因为不够优秀嘛 所以才服务你 然后来这边学习 来这边磨练 你要把它转过去 然后还有比如说 你要很能抗拒诱惑了 最重要是要不要脸 你要不要脸 抗拒什么诱惑 比如说我们 应该说每个行业都有一些潜规则 我们就比如说之前不是有新闻报说吗 某个什么科技主管 不是都会藏一些瑕疵品拿来去卖 或是说有一些IT产业会藏那个 像Xbox藏账号 然后把那个账号拿去卖 不允许你八卦 不允许 对 类似这样的情况 不小心爆料了是不是 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这个行业也是 也有这种 有的医生甚至会叫你怎么走偏门 他跟你说 好啦你赞助我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嘛 那我给你多开两次 我给你多开一百盒要给你啊 或者是说 哎呦我们要出去玩嘛 那你就用你的那个交际费 帮我出一下那天晚上的那个 饭店费用嘛 我帮你多开五十盒好不好 等等 抗拒诱惑 不然的话真的 你要后面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来弥补你犯过的错 这个其实就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接下来就交给Zara好了 Zara应该都 公司会比较多这个讯息这样 你在cue我的时候 干嘛自己要暗自窃效 那代表你一定有很多 就是有趣的事都没有够分享 这个不能在公开场合讲 这个会出事 不好意思 我们深下聊 做业务啊 就是很多点子 Rubbill都有讲到啦 然后我觉得都是要做到 不要脸 然后你的如果你的目标真的就是赚钱 那你其他的事情你真的就不要想 我刚进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真的是得失心很重 我认为我是业务 我跑的第一张订单 第二张订单到第一百张订单 我都应该要成交 可是你会发现 你第一张到第一百张都是失败的 我觉得我那时候做了一件事情是说 我每掉一张单 或者是我每出一个trouble 我就去大哭一场 就是到阳台之间会有一个楼梯间 我都会坐在那边偷偷的哭 然后哭完我就没事了 然后人家就讲说 你这是一个爱哭鬼 我跟你讲 还不是 我因为这样哭 可赚到了一个有钱的老公 是不是很棒 很多时候就是业务啊 你要懂得 可以理解你自己的心情 而且去做一个 你最容易抒发的方法 让自己舒服好过了 接下来你就会变更好 而且你的power会超强 然后刚刚说的不要脸 就是我总是站出去给客户说 反正你打我的左边的脸 我就跟你讲说 欢迎你再打我右边的脸 不然这样不会平衡 我的脸就是会很丑 只有一边肿 要肿两边才漂亮 真的就是不要脸到极致 自嘲很重要对不对 至少非常重要啊 就是 就是我还记得 我有一次是 去客户那里 要拜访他 然后我手上 左手拿了四杯咖啡 右手披着我的笔垫 然后笔垫 因为在跑一些城市 所以我没有盖起来 那那时候因为我穿高跟鞋 我在澳门的一个场合上面 要去过一个马路 到客户里面去报告 那他的那个地板 是在那个新普京那边 新普京的地板 是那种坑坑洞洞的 那我拿着东西 我又要跑步 穿了个短裙 结果一过马路的时候 我的高跟鞋勾到了 那个勾勾的缝 我整个跪在新普京 对 跪下去 然后我跪在 对 我跪在新普京 但是因为我怕 我的咖啡弄倒了 我客户没得喝 我也跪在地上 但是我的两手 是保持平衡 然后更糗的是 新普京不是会有很多人 在排show bus 可能要去哪个地方吗 都没有任何一个人 来拉我 那这时候怎么办 超级丢脸啊 我还要立刻站起来 回眸一笑 看着他们说我没事 然后立刻往前走这样 反正就是不要脸到 没有电影场面 对 尊重 我觉得很功夫的 那个女主角 有练过 不要脸到你还要昂首阔步 让人家觉得说 怎么样 我就是不要脸 其实在客户面前出球的这个案例 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会遇到 你们说 你们的用词是说不要脸啦 可是在我听起来啊 我觉得是因为你们可能会把某些东西 看得比自己的面子更重要 倒不是尊严的问题哦 是面子或形象 也就是说你让我感觉起来 像Dream啊 Sarah或Rafael 我觉得你们是很有弹性的 很像水一样 就是怎么弄我都可以啊 反正你爱怎么讲我都OK 我很清楚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对 其实就是言什么要像什么 就没有那么认真的在看待客户 讲的某一些话 就是 我许你这么说 我们也是很认真的 对啊 是我们用严余的方法来认真 真的 其实背后都在淌血是不是 你现在在笑还是在擦眼泪 笑装在内 对啊 笑着哭 笑着哭 那Dream呢 Dream你呢 你怎么样去跨过之前在菜鸟业务的挫折啊 这个说来话长啊 但是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会有今天也是跌倒蛮多次 而且也是跌得蛮深的 其实我的背景比较特殊 我小时候是在菜市场长大 因为刚好 刚好那个爸妈是在市场做生意 后来其实小时候当然就有接触一些人群 大概知道就是大概做业务大概是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有时候我发现你可能从便宜的东西卖到比较贵的东西的时候 那个中间的一个你必须要去做一个很强的一个调试啊 像我记得我刚从国产车到进口车的时候 记得我刚去的时候 因为像进口车他要求东西比较多 所以我一开始去其实也是很不习惯 我甚至我还记得有几次那个主管还跟我说 小陈你不用来 你把东西那个都收一收 对那个时候我就很挫折 我想说我比别人还认真 我比别人还积极 那为什么这一天会轮到我 后来我才从我的师傅啊 因为我师傅跟那个时候的主管很好 是我是我师傅拉进去的 师傅以前也是过车车的主管 他先跳过来 然后他再把我拉过来 那但是因为我又很爱面子 然后我又很不服输 所以呢那时候我就问我的师傅说 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是因为我师傅他有跟我讲说 可能刚来可能进口车 他的要求东西不一样 像服装好了 我看大家可能都穿那种好几万的西装 可是因为我们的背景是比较不会说 很喜欢把自己装扮得好像 对就是要花很多钱这样 只是觉得干净就好了 然后后来才慢慢抓老板的一个 他想要的东西 甚至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刚去 大概第一年吧 我记得在月底 因为你知道其实汽车业务最害怕的 就是月底最后一天 我记得有一个医生 他是跟我说 最后一天他要净款 他要汇款到我们公司 然后就可以领牌 结果呢 我记得好像那时候两点多了 客户那时候还是说要汇现金 结果后来三点他打给我 说小陈不好意思 因为怎么样 我老婆说 请我们这边就是开个支票给你 叫我过去拿 那因为三点半银行就结束了 就是就关门了 然后也来不及去兑现 后来老板就说 那这个就请你师傅处零纳 你也不用来上班了 其实那个当下我整个撒住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 那时候客户是买一台Q7的车 买多少钱不管 重点是最后一天 因为这个如果没有领牌 会牵涉到所谓的 很大一笔钱的打标奖金 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 东西都收好了 对 我想说那就不要做了 对 但是我师傅说 你跟我讲好像不是这样 对 你跟我说 你一定要不管怎么样 你只要 我拉你过来 你一定要坐到第一名 因为我以前在国产车 不管在哪里 一定都卖到第一名 就因为我师傅这句话 我就马上去找客户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客户开支票 就是到他往来的银行 去跟他拜托 然后也是联络那个主管 然后后来到4点多 好像银行特地通融 因为我在那边哭啊 我说不好意思 这个人被处理了 我就没有工作了 对 男人类耶 真的是被继续出浪 而且那个银行就在三种里面 就内服的三种 对 然后我师傅就陪我去解决 其实我那时候东西都收好了 我想说 没关系 我就有始有终 后来因为其实我印象中 就是人家常讲说 即便你犯错了 但你只要态度是正确的 你当下只要展现你 勇于认错 然后你要如何去解决 那即便说好 可能老板不给你机会了 但是至少 你可能以后要换工作的时候 老板肯定还会再帮你讲一些好话 但是后来没想到 我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后来老板他也给我愿意再一次机会 那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其实我前面历经了五年的菜鸟 后来第六年陆续开始拿到第一名 不管是菜的时候 或是老时候 其实都有遇到像类似这种状况 就是月底最后一天 奉劝可能想要从事业务的一些年轻人 我觉得你可以从错误或是挫折 去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像我自己是不服输的 所以我是很有勇于去面对 即便说好我可能做错了 但是我还是会可能晚上 可能下班回去会去思考 我哪里做错 我还有哪里需要去做补强 或者是说可以跟主管去做沟通 是不是我哪里觉得不妥的 所以其实业务当然除了就是钱会比较多 但还是取决于说你努力多少 我一直很强调的 就是你的价值在哪边 这个取决于客户是不是信任你 今天也是听到了非常多 就是不同的状况 真的也是有一些让我第一次听到 瞠目结舌的 对那有很多心酸就是想象不到的 真的是不为外人知 就是你们不讲我们还真的不知道 除非是业界的同行 才会比较清楚各行业的心酸 对所以大家也别忘了 要订阅职押诊所的Podcast 然后我们的IG再让我工商一下 我们的职押诊所Podcast的IG呢 账号开启了 大家在Instagram上面输入104Podcast 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那也欢迎追踪104Podcast的IG 今天讲到业务是以服务的心态 然后很重视售后服务的这件事情 我也很有感 虽然我现在做的工作不是业务工作 我自己也很好奇啊 不知道听众朋友 你听完了今天的直播 FB的朋友或台下的听众 或是Podcast的听众 你们绝对有没有帮助到你们啊 就是留言私讯IG给我 对因为我很重视大家 真的听完之后 对大家如果有帮助的话 会是我们继续做节目的一个动力 对那或者是你还有问题 没有被解决的话 也欢迎私讯IG我 让我们知道你们真正的想法 这个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串联Giver的力量 然后来帮助大家解决你们可能对职场上 或是转职上的一些困惑 今天呢在这边就先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了 我再一次感谢所有呢 就是上台分享或发问的speaker 那也谢谢今天参与的Giver们 还有学生代表们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晚安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集的内容 别忘了到Apple Podcast 帮我们打新评分和留言 假如你有更多问题想要问 欢迎到植牙诊所来发问哦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 欢迎你投稿想听的主题给我们 投稿连结在节目资讯栏里 请订阅Podcast频道 和追踪我们的IG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